三年级三刷新概念依测 英语鸡娃最全攻略 这可能是全网对怎么学习新概念依测最详细的解读了 我今天呢会从以下的三个方面帮助咱们普通家庭的家长详细的解读一下 咱们到底应该怎么用新概念依测进行一个鸡娃呢 我先来说一说呀 为什么要三刷新概念呢 第一新概念依测你掌握了以后啊 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中谋考的水平了 在小学的阶段呀 只要你提前掌握了 上了初中以后呢 英语学习就不需要家长夺费力气了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已经足够用了 你也不用送孩子出国对吧 第二啊 如果你只让孩子刷一遍的话 就想完全掌握里边所有的语法几乎不太可能的 所以呢 需要反复的多刷加强巩固 第三呢 比如说你第一次刷的时候呢 是为了让孩子对英语的学习感兴趣 那跟他一起去发现教材当中有趣的部分 帮助孩子建立与教材的一个联系 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呢 能够到我的直播间来 我不仅有新概念依测的精讲课 还有更多高效的英语学习方法 ok